上至天文 下至地理 我是戴立岡 欢迎收看新闻龙卷风 在昨天大家看到黄埔建军 90年了 在昨天的时候 你也看到在会场 就是画面当中这位老兵 这位老兵年纪已经90岁了 他是一位英国的老兵 但是你注意 他在现场 他坚持一定要站起来 他坚持一定要跟中华民国的国君致敬 为什么呢 因为中华民国的远征军 在缅甸当时救了他一命 其实在当时中华民国的远征军 不只救了英军 甚至还救了美军 我们在今天龙卷风里面 就要针对那在当时的滇冕战役当中 做深度的探讨 请到几位来宾 资深媒体人江中博 立岡 观众朋友晚安 资深媒体人谢寒冰 主持人好 大家好 资深军事评论员张有华 立岡好 大家好 资本家文化社长刘灿荣 立岡好 大家好 资深军事记者黄敬平 你好 观众朋友晚安 我们注意 在二次大战的时候 中华民国的远征军 在那滇冕战役当中 不只是救了英军 还救了美军 但更重要的是 在云南的一次战役当中 那次的战役是腾冲战役 腾冲战役当中 把日军最精锐的五十六师 完全歼灭掉 而使得这五十六师溃败之后 日本在那缅甸地区 也都快速的撤退 是立岡 昨天我们才讲到是黄埔建军 不是六十九十年吗 对不对 那今天其实 就是说我们这 刚好今年也是什么 收复腾冲七十周年 收复腾冲七十周年 那为什么收复腾冲七十周年 这么重要呢 因为腾冲是 你知道我们进入 滇冕边区之后 第一个收复的县城 你说因为这条是 赠滇冕公路嘛 怎样弯进缅甸的 就是要经过腾冲啊 所以这是我们 它是第一个收复的县城 所以非常具有象征性的意义 那当时呢 本来有很多远征军的将士 都他们的尸骨 都没有办法回到国内安葬 那都散落在缅甸这些地区 那现在呢 就是包括 就是有大概六百多名的 远征军将士的骨骸 然后甚至他们的木土 然后这次特别运回去 运回去在我们 中国自己的领土上面安葬 然后包括吴波雄先生 还有当年的一些 老兵的家属的一些代表 大概还有台商的代表 这些大概六十多人 然后总共大概一千多人 你看现场蛮热闹的 同样去就是见证 这个有宗教意义的日子 对 那为什么一直说 腾冲这么重要呢 因为很简单 不仅是他收复的 第一个县城 更重要的是 这个战争其实极度的惨烈 因为当时日军号称 一个叫农兵团 农兵团的五十六师团 他就驻守在这个地方 然后远征军就从 从中国这边往他攻过来 那你要拿下这个地方 是非常非常不容易 那龙兵团其实他战绩非常好 他的那个师团长叫 那个松山右山师团长 他是个中将 然后当时呢 他部首兵力是什么 松山这个地方 他派一个松山守备队 这个叫金光会次郎 在这边守的 然后腾冲这边是 上重康美 那个大佐在这边守的 然后我们远征军 前面过来的时候 一路非常非常惨烈 因为你知道 这边地势很高 当时日军军官自己说 这边叫双头龙 松山一个头 腾冲一个头 也就是说这两个头我守住了 对 守住你就可以顶住他了 这个部队根本攻不进来的 你的部队根本进不了缅甸 然后呢 他后面这个地方 龙陵啊 遮放啊 宛町啊 然后盟友啊 这些地方 这个就像龙的身体一样 你看一个身体有两个头 这样伸出来 可是问题是呢 这个地名对这个五十六师团非常不妙 为什么 因为五十六师团不是号称龙兵团吗 龙兵团平常踢起来是很威风 可是这个地方叫龙陵啊 龙的陵墓 那表示五十六师团 是不是命中注定要上升在这边 就好像当年凤雏先生遇到落凤坡 不就完蛋就再见 对 所以是不是冥冥之中自有天意 这个我们当然不知道 那很显然的 当时远征军就从那边过来 一路先攻松山 然后也一样进兵腾冲 那当时在惠通桥跟松山 发生非常非常激烈的战争 但是这两个龙头要攻下不容易 非常不容易 你知道在松山我们牺牲非常多人 然后在惠通桥也是牺牲非常惨烈 然后一直到最后要攻腾冲了 关键的时候来了 立冈帮忙一下 腾冲这个地方 它有一个重要的战略要点 就是旁边你看腾冲县城在这里 可是它旁边有一个制高点 叫来凤山 来凤山这个地方 因为你拿到这个高地 你等于就俯瞰了整个腾冲县城 对啊 那就不用讲 那所有制高点就是你这个 城就直日可待 你要拿下非常容易了 但是莱凤山上面 有住了400名日军 虽然人数不多 但是因为它占了地利之变 所以国军要攻上去 非常非常的困难 你要知道远征军 当时不像驻英军 驻英军是全套美式装备 远征军其实大部分还是国军的 原来的那些装备 都是青装 也没有带多少的重武器 所以要攻打这种山头高地 非常非常的痛苦 然后牺牲了非常非常多人 到最后没办法 先由美军先派18架轰炸机 先去轰炸 轰炸完之后 我们就两人一组 两人一组 在重机枪掩护下 你知道我们出动了什么吗 这战场上第一次 在抗战的时候 国军第一次出动什么 就用火焰喷射器 什么 用火焰喷射器 对 美军提供了火焰喷射器 那时候一接近日军的阵地 大概隔他二三十公尺 你两人一组 闪过他的攻击之后 然后马上拿火焰喷射器吞过 不是 就像这样子 就像类似这样子 把整个机枪宝燃烧起来了 是 整个他们的阵地 马上被燃烧 你知道日军以前没有看过 国军使用过这种武器 对 你要知道这种心理压力 跟那种整个 你知道火焰烧过来 那个抵挡 那更没办法抵挡不了 是啊 对 所以在经过 非常惨烈的争夺战之后 来凤山终于被国军攻下来了 对 这头被攻下你 藤宫建成就岌岌可危了 对 可是中山右山 中将命令 上冲康美大佐 你要死守藤宫建成 你不准给我离开 你要死守到最后 等到我们救援来到为止 那为了要让 坚定他们这些日军守军的信心呢 他们当时还很勉强的 派出了四艘轰炸机 四架轰炸机跟四架战斗机 去藤宫上空 当时日军的守军 正在跟国军争夺现成嘛 当然日军守军听说是欢声雷动 因为他们觉得他们的救援终于到了 可是问题是呢 这四架轰炸机跟四架战斗机 投下一点点物资之后 居然全部都被美军击落了 国军就开始 你知道腾冲其实非常激烈 向在一路一路打 你看那腾冲秘密码 这边都是防射 对 他的防射街道来说 就是城市战 那日军因为街道的命令是死守 所以他们死都不退 那国军知道 一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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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 一方面用炮轰起 另外一间一间房间 去跟他们争夺 那个牺牲其实真的是 非常非常惨烈 那一直到最后呢 好不容易就是 你知道张同康美大佐 跟其他32位军官 他们当时都躲在一个指挥部里头 就幸亏后来美军又派了24架 轰炸机过来轰炸 轰炸的过程中 张同康美大佐 跟其他的32名军官 全部都被埋在指挥部下面 全部都活活被埋死 所以整个 等于说整个56师团 包括刚刚我说的松山守备队 还有现在腾冲县城这边 56师团几乎被我们歼灭掉了 哇 但是加上美军的空军架子轰炸 不过当时他们的炸弹上面 好像做了一些手脚 你知道因为腾冲县城的城墙 它边边其实本来 那个有巨石在那边是很硬的 那炸弹有的时候 他要打到城墙 本来想说可以把它炸开 结果因为隐姓设定的关系 一打到城墙就要弹出去了 会弹出去了 结果你反而炸不到城墙那边 那怎么办 到最后美军想了一个 很奇怪的招数 这样城墙根本攻不破啊 他在那个炸弹上面 盯了尖尖的铁条 你知道那干嘛 就是那个尖尖铁条 因为是尖你从高峰丢下来之后 不管隐姓有没有来得及引发 他直接插就直接插在城墙上面 所以你的意思说 我一个城墙在这边 结果炸弹掉下来的时候 我这炸弹前面有一个铁条 所以我的铁条变成 插在这个城墙上 变成炸弹不会掉到地面 所以城墙这里就会被炸破了 所以我们靠这样非常辛苦 而且想出很多奇怪的招数 才能够攻下这个藤冲县城 所以这真的是非常 令国军很感慨的一意 那当然我们也阵亡了非常多人 所以我们在那边后来也有立一个 就是现在有一个国军阵亡将士墓在那边 可是在这个阵亡将士墓边边 有一个很小的一个地方 叫这个东西叫窝种 窝种 对这个窝种听起来很奇怪 你为什么会在那边 这是谁的墓 谁的墓 我刚不是说藏中康美大佐 跟其他32名高级军官 全部不是都被掩埋在土石堆下 被埋死了吗 对 那这些人的尸骨后来被取出来 我们在这墓园的边边 就帮他们立了一个小小的东西 纪念这些日军 他们也算是英勇奋战 为国身亡的将士 所以我们虽然这个窝 可能听起来名字不好听 可是日本自古以来就叫窝国 所以也算是名符其实 也算是纪念这些 跟我们国军将士一起死难的日本人 在藤冲这场战役当中 你可以看到非常的难攻 但是攻下来了 可是我们说到我们中华民国的远尊军 在当时的时候 打到了密之纳 密之纳大劫之下 英军被获救 所以昨天才有那位95岁的老先生 就是这位英军 他特地要来感谢中华民国 他甚至在出书写了这一段的历史 但是说到这远尊军 不只是救了英军 甚至在那70年前时候 还救了美国一支部队 但是这支部队在70年后 成为一支非常优异的部队 昨天我们都看到了 陆军官校黄埔建军 90周年的孝庆典礼上 这一位英军老兵 高龄95岁的废茲派催客 当总统离开现场 教约部队的时候 这一位英军老兵 废茲派催客 95岁的高龄 颠巍巍的站立着 用标准的英式举手礼 在那边手巍巍的颤抖着 这样子对中华民国的这个 国军军官的摇篮 陆军官校 还有在场的这个部队 行举手礼 让人家看得非常动容 这一个英军老兵 废茲派催客 完全没有忘记 世人早已遗忘的 72年前 1942年3月 当中华民国远征军 孙力仁将军 所率领的部队 杀进缅甸 把日军的这些侵略部队 杀个片甲不留 落花流水之际 解救了 就在密兹那 以及仁安枪那一带 解救了当时英军 被殲灭的危机 当年被中华民国远征军 孙力仁将军他们的部队 解救的人 还不止这个英军老兵 和当年的他的英军同袍 还有一支部队 第75游记兵团的 这个队徽上面 很奇怪 左上角 对啊 怎么有一个 中华民国的 青天白日国徽 感觉像旧的国军 可是这个背章 是游记兵团的背章 游记兵团背章上面 居然有个 中华民国的国徽 没错 存在 所以你就知道说 一定跟我们 中华民国的国军 有没有存在什么样的 一个相同的 这个历史渊源或典故 我现在就要告诉大家 当年 由孙力仁将军 率领的这个 新38师 也就是我们昨天节目中 有提到的新一军 在印度 我们讲到了这个 宝兰加训练成军之后 我们是不是说什么 复仇者联盟的 这个总部吗 然后开始 从印度要向缅甸 进军的同时 在1943年 以及到1944年2月 当时我们曾经 跟美军有一段 共同作战的 这个辉煌岁月 当时呢 这个孙力仁将军 所率领的部队 决定进攻 这样一个 这个美军的 这个进攻 日军所占领的 这个缅甸 瓦鲁班这个地方 然后当时 在1943年时候 美军刚好呢 成立了一支 临时的部队 这支临时部队 当时编号叫做 第5307的 这个临时混合编队 那一般 他是由当时美军的 这个法兰克 麦瑞尔准将 他所率领的 这个突击支队 所以一般市人 会简称他叫做 麦支队 那这个麦支队 他是负责什么任务 他就是到日军的后方 因为日军不是把 缅甸整个占领了之后 也切到我们 中华民国大陆 那时候对外的 这个后勤补给 后勤补给 跟对外交通 像滇缅公路 就被封住了 所以这个麦支队 他就要跑到日军的后方 迂回到他 不跟他正面交集 正面交集是国军 中华民国远征军的任务 他跑到 他绕到日军的后方 去切断他的后勤补给 跟他的交通路线 所以他是做一个 这个渗透的 一个突击任务 已经有早期特种部队 那种好像的 一个影子的 这个状况 存在 那麦支队呢 当时他其实在 印度雷多这个地方 他只训练了两个多月 习惯缅甸的丛林作战 还有游击渗透作战 一个作战的 这个战术方式 他就开始进军 那当时跟这个 中华民国孙力人将军 的衍正军 新38师 一起进兵这个瓦鲁班 可是你知道吗 当国军首先 打开了这个 孟关的这个将军 因为在那边爆发了 胡康河谷之战 密兹那之战 还有包括这个 这个瓦鲁班 这几个 这个重要的这个战役后 那当时我们 在先打完孟关 可是呢 你知道吗 麦支队 他突然在 瓦鲁班那边 他被日军的一支部队 给包围住了 日军的这一支部队呢 就是第18师师团 他的师长呢 就是田中新一中将 这个田中新一中将 很嚣张的 他所率领的部队 是日军的超人部队 被日军称为王牌之虎 他也是当年 导致南京大屠杀的 首二部队 他的这个部队呢 也是因为田中新一 扩大了 卢沟桥事变的战端 所以这一支部队呢 以凶狠 骁勇 然后非常的这个 会侣虐敌人 这个部队为名 那很多的部队 听到这个日军 第18师都文崩上胆 当时他包围了 这个麦支队 那最后呢 这个孙力仁将军 所率领的这个 中华民国远征军 新38师 新叶奸臣赶去 然后跟日军的这个 这个18师 王牌之师 做一个激战 因为他曾经在新加坡 以3万部队 你知道吗 打败英军8万部队 而且还 以寡几重 对 以寡几重 还俘虏一大队英军部队 所以当只有2000人部队的 这个麦支队 被日军第18师包围的时候 其实岌岌可危 所幸顺利人的部队 新叶奸臣赶到 把日军第18师 打得溃散不成军 然后田中新一师长 率领余部 剩下1700多个兵力 从缅甸一路往南逃 你知道吗 打到剩下1700多人了 他连那个军旗跟官房大一 都来不及收 然后被中华民国的远征军 被孙利人将军的部队 直接给缴获 他的官房跟军旗 直接来不及 来不及收了就落跑了 后来总算被解围了 那麦支队也因为这样子 没有全数被歼灭 本来被包围 几乎要歼灭了 所以麦支队后来非常感谢 这个孙利人将军解救他们 那这一支麦支队 到了二战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 一直到1973年的时候 美军就一直在检讨说 冷战时期要成立一个 在全球各地 能够快速应应危机事件的 这个快速反应部队 他们就是翻他们的军史跟战史 发现说 第二次世界大战 在中南半岛 印度禁军缅甸的那一次的 这个中华民国的远征军 跟麦支队的联合作战 最具典范 因为是快速的 当时是怎么样 以少胜多 协同作战 又是快速的这个反应 所以他们就很纪念这段历史 决定在当时美军的 陆军第75步兵团的 这个建军基础上 直接成立第75游记兵团 后来而且 为了感念当年孙利人将军 所率领的中华民国远征军 解救了这个麦支队 也就是后来的 75游记兵团的前身 决定在他们成军的 这个对会上 就是我刚刚讲的 给大家看到那个 中华民国国军的这个 他的一个对会 有没有看到 后来就是直接设立在那边 对 然后而且呢 后来他们在纪念 这个孙利人将军 2000年的时候 孙利人将军的百岁名单 他们还有这个派军事专家 然后特别代表麦支队 自函给这个孙利人将军的 这个家属 和我们这个中华民国的军方 然后你看 他们有各式各样的 军事的这个徽章 还有所有的照片跟文件 都在纪念 当年孙利人将军 所率领的中华民国远征军 跟美军这一段 协同作战的历史 也感念国军的救命之恩 我们注意到在天免战役当中 中华民国的远征军呢 最重要的是呢 把日军打得溃不成军 可是我们注意在 太平洋战场上面 日军打到太平洋 从珍珠港发起战役之后呢 再来到了塞班岛战役了 在前天的时候是什么日子呢 塞班岛战役 70周年的日子 但是塞班岛战役 非常的惨烈 而惨烈之下呢 日军溃败了 这也决定了日军在太平洋战役当中 要失败的命运 当美军的陆战第二师 第四师跟步兵第七师 陆续登上岛屿的时候 因为塞班岛是个火山岛 那火山岛的话 大概都是地心险恶 还有它的山洞也比较容易 因为火城沿的关系 比较容易挖掘 美军要攻上去 非常困难了吧 非常困难 美军攻的时候 先用什么战机轰炸 就让它 你火力没有办法发扬 你火力没有办法 发扬的状况之下 它就是逐步逐步逐步的上来 上来的时候就用什么 三种武器 哪三种武器 手榴弹 我们过去手榴弹甩的时候 它着重杀伤力 但是美军在塞班岛 第一次用破片 所谓的破片的话 我不以杀伤为主 我而已就是说 让这个破片的面积一大的话 就会造成人体的伤害 伤害你就不能作战了 不一定死亡 但是你不能作战 跟过去 完完全全把你给开始的 那种做法不一样 第二个是火焰器 你说在这个塞班岛上 也用了火焰喷射器了 对 它是主动的进攻 因为它根本不知道 这个洞里有没有日本人 也就是说 我看到了一个机箱宝 我看到洞穴 我就直接干脆火焰喷射 喷进去 里面的日军 不管有没有人 我全部把你烧死 还有一个就用机箱宝射 所以到了最后弄的栽藤 没有办法 然后它组成了 总共七波的赶死队 拿着什么 拿着刺刀 拿着竹竿 拿着棍子 向美军冲锋 你意思说能用的装备 全部拿出来 连棍子都拿出来用了 通通拿出来 那怎么挡得过子弹呢 所以各位看 他们都是断手断脚 都是受伤 他总共先后有七波四千人这样子 死在战场上 当美军踏过了这一些泥土了以后 结果发生一件什么事 那个脚上全部都是血 那这样岂不是就有一个自杀行动了 这些都是自杀行动 到了最后塞班岛你守不住 还有差不多将近三百人 到了他的北方去 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 最后被困在这北方了 对 然后拼命的跳崖自杀 跳崖自杀 他们讲天鹏万岁 没有这回事 那岂不是就变成一个 塞班的遇碎行动了吗 所以我们看 塞班岛是一个死亡之谷 是一个地狱之门 还有就是 大家的骨头 到了今天在这些山洞里面 没有人去掩埋 在塞班岛战役当中 你可以看到是非常的惨烈 但是美军最恐惧的是什么呢 巴丹岛 因为在巴丹岛上面的战役当中 是让所有在那参战当中的老兵 他的一个非常恐怖的梦魇 因为巴丹岛的死亡行军 让他们的晚上 连觉都睡不着呢 社长 其实在二战期间 日本一手造成的惨案 总共有三大惨案 我们通常知道 南京大屠杀吧 第二个 其实1942 新加坡投降的时候 新加坡战役 他后来也做了一次新加坡屠杀 这是第二惨案 其实还有一个 我们比较不知道的 就菲律宾的巴丹死亡行军 当时在1944月9号 巴丹战役打完了 打完以后 日本俘虏了多少 美国跟菲律宾的联军 俘虏将近七万八千人 这多 当时日本其实很大 很惊讶 因为他估计说 最多俘虏两万多人 结果一俘虏七万八千人 七万八千人 他们就要送 送到大概176公里以外的一个叫奥唐纳集中营 就是战福营 176公里 基隆到台中 所以就要死亡行军 当时在参与这个行军里面 为什么叫巴丹死亡行军 参与行军里面 有一个人叫列斯特坦尼 后来花了很多年时间写了一本书 他写什么 那个活着回去 活着回去 就通往地域的恐怖之旅 就是巴丹死亡行军 为什么呢 七万八千人 我先给各位一个数字 七万八千人去 从巴丹这个地方走到战福营 176公里 死了多少 一万五千多人 死这么多 七万八千人死了一万五千人 走了十天而已 差不多是快六分之一的人死亡了 对啊 十天嘛 等于一天大概有1500人要死掉 到战福营里面 几年三年的时间 又死了多少 死了两万五千人 等于七万八千人被虎 活着出来的不到一半 不到一半 这是很恐怖的一个死亡数字 那他在形容说 这个巴丹死亡行军里面 很恐怖的一个情况 当时 他说他们大概四个人排成一列 当时四月九号投降 走了以后 他们四个人排成一列 顶着他 早上六点半起床 一路走 走到晚上八点 才可以睡觉 开始休息 那你知道巴丹死亡行军 他最恐怖的一点是 他们当时在菲律宾 我先给各位看 这是那个当时 那个爱德华金少将 美金的爱德华金少将 跟日本在谈判 那个投降的一个细节 那你看他们开始走的时候 你看这张图 他们在走的时候 刚开始 你看他们的装备 没有帽子遮阳帽 什么都不用 身上绑腿什么都丢掉了 只要可能走到目的地就好 很简单的一个配备 在38度的裂阳底下 在菲律宾的那个丛林里面 开始行军 这样等于是凌虐战斧 对 这还开始 你看还人模人仰 这刚开始的那个照片 十天以后的照片 我掉出来给各位看 变成这样子 身上的排骨你都看得到了 怎么变成股瘦如柴了 才短短十天的时间 对对对 为什么你 为什么死这么多人 为什么这样 他说日本当十天里面 因为当时没有 一季战武费这么多 没有粮食 战备粮食也没那么多 他说十天里面 他总共吃到我手上这一颗 这一颗饭团 高尔夫球大小 十天 十天只能吃这样的饭团 对 只花一次饭团 像你手上高尔夫球 这么小一坨饭团而已 对 那人怎么受得了 对 所以你看他后来都 骨瘦离形 没有死亡的 差不多就变成那个样子 那死亡的很多 为什么很主要的一个原因 第一个是 贵律宾丛林里面 你在行军的时候 他瘟疾很多 独吻很多 瘟疾很多 一斤的时候 你就得到瘟疾 瘟疾你没有 没有医治的话 没有医治的话 对 瘟疾又会拉肚子 很严重 那拉肚子 你在行军的过程里面 你都在山路里面走 你要拉肚子 你总要到草丛里面去 对 那日本人怕你 跑到草丛里面 就逃掉了 你一过去 他就开始开枪打 所以后来 所有大小便 全部都直接就 边走边拉 臭不可闻 那个没错 然后他们说 粮食还不要紧 因为他们后来 体会到一点说 饭吃少一点 少排便 因为都要拉在身上 那第二个是 他们觉得最严重 是水的问题 没有水喝人会死 所以他们走在 碎石路上 嘴巴跟舌头 都干到整个连在一起 他们看到水井的时候 因为你不能随便去喝水 你要跟日本兵请示 说我可以喝水 日本兵通常 有时候笑笑跟你说 你去喝吧 你这么可能去喝 结果他说 这个作者 列车的坦 你说他一个朋友 叫汉克 跑去喝水 在旁边喝 喝得很爽的 日本兵过来笑笑的 一刀就从脖子下去 总共捅了四刀 那这样不是当场死亡了 当场死亡 他自己也有一次碰到 他们十几个人 实在渴到不行 看到那个路边 那个水塘 他们就过去 他说那个水塘的水 多脏 里面有那个水牛 在里面走 那个水都变成绿色 混浊的 那你知道水沾的时候 有那个绿色的泡泡 会浮在水边上 他把那个泡泡拨开 喝水 十几个人 结果日经一过来 你们又给我喝水 杀 刺刀就开始捅 他其实脖子这边 被划了一刀 划了一刀以后 后来也没有医治 也是继续行军 也没有黄河都没有 他水的也 其实相当严重 他们睡觉的时候 睡到那个山边 那个草丛里面 有毒蚊子 镊蚊 什么毒蛇 人寿一大堆 所以早上起来 很多人就被咬伤 或者阵亡 所以这样一路行军 十天到到达 目的地 七万八 死了一万五 死了一万五 他们那个 他们那个 那个沙石路 在38度太阳 刚才给各位看 那个照片 没有帽子 38度太阳 晒得 非常容易中暑 中暑还好 整个起水泡 那个整个 晒伤 严重晒伤 他说那个皮 整个是这样 一张撕下来 一张一张撕下来 所以你到 到后来 病的病 伤的伤 死的就一万五 所以这次的死亡行军 他们讲说 是人类世界里面 一次非常恐怖 通往第一的一次行军 恐怖的一个死亡之力 八单死亡行军 是非常恐怖的 但现在晚上 大家注意的是 世界杯足球赛 可是你注意 现在没有我们 中华民国的代表队 但在以前的时候 中华民国的足球队 可是亚洲第一名 其中有个球王 叫做李慧棠 他是香港人 为什么会来 中华民国踢球呢 我们休息一下 来揭秘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